一阵巨列摇晃 战机遭乌军急中后 俄罗斯飞行员紧急弹出座位 才保住性命 有些俄军战机甚至连家门都还没飞出 就直接坠回国内丢掉小命 俄军前线溃败 贺松也快保不住 俄军强迫当地妇女与孩童 往克里米亚撤离 不过俄国官媒这番言论 却让全球猫骨悚然 俄罗斯官媒上周在节目中 讨论前苏联时期 乌克兰孩童厌恶俄国占领 没想到主持人与出京人 不惜威胁取孩童性命 也要替自己国家恶行洗白 乌克兰外长也马上回击 称还没封杀俄罗斯媒体的各国政府 请务必看这段节路内容 煽动种族灭绝言论 不值得保护 俄罗斯不仅拿人命开玩笑 还打算替洞和找借口 俄罗斯防长绍以鼓向美英法 以及土耳其防长告状 称乌克兰因为境内没有核武 所以意图使用具有放射性物质的脏弹反击 只是毫无证据的指控 马上遭泽伦斯基反驳 泽伦斯基还回呛普丁 表示欧洲唯一有能力动用核武的 就是俄罗斯 一面先下手为强指控物军使用脏弹 一面纵容官媒赞布威胁言论 俄罗斯政府无所不用其极 没有下到乌克兰 反而间接证实自己已是强弩直末 三连新闻谢天豪报导